人有穷命 一看便知 越穷的人 越喜欢做以下几件事 我们都知道 金钱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但现实社会不停的告诉我们 有钱和没有钱过的人生完全不同 贫穷往往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斗志 但生若一直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 那么岁月难免就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 生活中 一个穷惯了的人 往往喜欢做这些事 装是装不出来的 每天一点心思路 每天一点心感悟 欢迎订阅诸子国学 努力勾结外人和小人 在西州末年 诸侯各霸一方 申侯因为接纳了被废掉的太子 引起了周幽王的不满 于是乎 周幽王命令大军围剿申侯 本来是一家人的事情 但是申侯却不甘心低头 请了西戎的将士 为自己解围 西戎主早已对西州的土地和城市 垂涎三指 借助这次机遇 一举攻占了浩京 并烧毁了王宫 常言道 打虎还需亲兄弟 上阵还需父子兵 有的人内外不分 把家人当成仇人 把外人当成好人 结果让外人有机可乘 把家庭的利益弄丢 努力做吃里爬外的事情 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有的穷人 就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不仅自己穷 还和亲人反目成仇 失去应有的援助 有点仇富 塞纳卡曾说 真正知足常乐的人 不会抱怨生活的不公 反之 内在很缺乏的人 往往会抱怨生活 以为所有的不幸 都是命运造成的 就像妻子的新世界中的十月 自己的生活不幸福 就看不得别人过得好 故意挑拨姐姐和姐夫之间的关系 破坏他们的家庭 得逞了之后还不罢手 时不时的威胁姐夫 要对自己好 不然就让大家都不好过 特地用姐姐和姐夫的孩子做筹码 要挟姐夫顺从自己的心意 放肆的索取感情 索取金钱 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 很少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 看不见自身缺点的人 就更无法找到可以赚钱的出路 也为赚钱一个系统 需要认知 能力多方位相匹配 不以提升自我为目标去赚钱 注定和金钱无缘 贪图小利 贫穷的人 往往太过于贪婪 只能看到眼前利益 不懂得长远计划 金婚礼同志的儿子 佟思博开办公司 他为了赚更多的钱 进的水泥都是劣质的 为了能蒙混过关 他买通了购买水泥的经办人 本来以为生意马上就会有起色 可谁知出二位事故 他知道造成事故的原因 就是卖出的这批水泥质量不过关 之后 他想要逃到外地暂避风头 可还是被抓走 不仅公司没了 父亲四处求人 花光积蓄 才把佟思博给救出来 佟思博才知道 自己的那点小聪明 其实就是愚蠢 急功尽力 做事不靠谱 赚到些钱 很快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一个人之所以穷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有贪图小利的赚钱习惯 触及道德底线 走捷径 在面子工程上大放 在农村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很多人家里都会盖起楼房 从外面看上去都是金碧辉煌 装潢考究 可是进去之后却发现 家中空空如也 甚至是家徒四壁 也为人都会有一种要面子的心理 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即使他们现在的财富 还远远没有到被人羡慕的程度 也要做出一副有钱的样子 各类的面子工程 不仅仅在于房子 还有那些超出他们消费能力的奢侈品 各类名牌用品等等 只要是能让人看到的 他们都恨不得昭告天下 让人知道他们买了这些昂贵的东西 他们不差钱 这样的面子换来的 只有自己虚荣心的满足 换不到别人的尊重 除了让自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心里承受能力差 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一个中年男人也为丢失了二百元钱 在街头崩溃大姑 围观的群众纷纷表示 丢二百元至于这样呢 哪怕丢两千元 也不至于当街痛哭吧 只能说人与人之间 从来没有感同身受 要知道同样的损失 发生不同经济状况的人身上 造成的影响和伤害是不同的 对于贫穷的人而言 哪怕十几二十块钱 都是弥足珍贵的 更何况是二百元 当然 在富有的人眼里 二百元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即使丢了两万块 也是无关痛痒 很快就能赚回来的 所以说 贫穷的人 内心往往十分脆弱 心里承受能力很差 往往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引起情绪的波动 甚至崩溃哭泣 这是难以演示的 谈钱色变的拘谨 对于贫穷的人来说 谈论金钱 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 他们谈钱色变 绝不是因为骨子里的吝啬 而是由于生活窘迫 而不得不计较多些 谁都希望在别人面前 做个大方的人 可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他们也只能生生吞下 别人的鄙夷和轻视 现实生活中 经济实力相差甚远的人 通常也无法建立纯粹的友谊 贫穷的人 害怕自己负担不起他人的日常消费 只能选择不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 或者聚会 渐渐的 他们会被孤立 虽然贫穷不是可耻的事情 但是 连生计都发愁的人 是不会用钱买来一瓶红酒助兴的 这是属于他们的拘谨 也是一朝一夕 无法改变的现状 追求回报 有些人呢 花钱只认准一个原则 必须看得见成效 钱一花下去 就得立刻见到效果 像什么学知识 掌见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东西 对他们来说就是浪费 说白了 这类人花钱最讲究值不值 没有足够确定性的结果 绝不会掏药包 你跟这种人谈什么自我提升 投资未来 简直是对牛弹琴 他们觉得 没钱或要节省的人 最应该做的就是精打细算 什么上课学习 旅游开眼界 全是瞎花钱的事 这些人眼里 钱必须花在看得见的实惠上 一分都不能浪费在那些看似没用的消费上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 文化娱乐 看眼界这种花销都没必要 根本不值得花钱 对富人不屑一顾 越穷的人 越喜欢嫉妒别人 看到富人 就说一些酸不溜秋的话 穷人还认为自己是千里马 是博乐没有长眼睛 嫉妒别人 对别人赚钱的方式不认可 想办法找到富人的不足之处 这样的想法 只能说明自己是心穷的人 富人喜欢观察别人赚钱的方式 还会虚心向别人学习 俗话说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一个人想要越来越富有 就要几百家所长 把别人的智慧 变成自己的智慧 一个人对富人的态度 体现了他对金钱的态度 和做人的方式 越谦卑的人 越富有 沉迷娱乐 娱乐致死的可怕之处 不在于娱乐本身 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 对社会事物进行严肃思考 和理智判断的能力 一个人越是沉迷在游戏 小说等娱乐事物中 大脑就越是容易失去 对严肃事物的思考能力 以至成为听风就事语的人 真正的聪明人并不是不娱乐 而是他们知道 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 将大量时间用于工作 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形成专业壁垒 成为无法被轻易取代的人 才能在职场受到冲击时 稳如泰山 而过于沉迷娱乐中的人 早就失去了应对复杂危机的能力 又如面对危机四伏的现状呢 正如老话所说 穷人玩乐 富人创业 智者看书 娱乐消费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 而自我提升和创业 则是可以带来更长远的回报 选对路 对未来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爱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人越是缺少什么 就越是想要炫耀什么 缺钱的人会扮演有钱人 他们甚至演得比真正的有钱人还要逼真 社会的现实是 越穷的人越爱炫耀 越富裕的人越愿意扮穷 毕竟 大家都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 仿佛被人轻易看透是一件不太聪明的事情 有句老话说 旁观者经 当局者谜 人们更容易看明白的是 发生在旁人身上的事情 至于有关于自己的事 确实难以做到心知肚明 这世上的人都爱面子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面子 心想事成只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现实生活是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聪明的人不会为了面子 让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 越喜欢在以下四个方面装的人 内心越贫瘠 不喜欢学习 对于穷人而言 学习是穷人 跳出穷人结场的最好选择 也是投入最低 回报最高的投资 可是往往越穷的人 越不喜欢去学习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学习的投资 因为他们感觉回报的时间太长 所以就会没有耐心去等待这个周期 很多穷人在学习时不思进去 消极懈怠 最后就会导致让自己停止学习 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在职场中还挑三减四做事懒惰 最后只会一事无成 往往那些富有的人 他们在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去学习新事物 抱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节省 很多生活贫穷的人 每天做的事情 不是想怎样赚钱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现状 而是想尽一切办法 节省过日子 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遇到事情 考虑的不是怎么处理事情 而是考虑的是怎样花最小的钱 或者是不花钱 才能把事情完成 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鼓励奢靡浪费的生活作风 而是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 凡事都以省钱为目的 那什么事情也不可能有太好的解决方式 而且有了这种生活观念 就不会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生活的困境 改善生活条件 需要我们努力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而不是在有限的资源内 只想着节流而不去开源 生活永远都是吃不穷 穿不穷 算计不到才会穷 想办法多赚钱 提高自己赚钱的能力 才是我们改变自己贫穷生活的唯一办法 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 我们或许会在表面上流露出一些没钱的迹象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 相反 或许我们只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 一种对于真实自我的坚守 金钱固然重要 但并非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现代社会 我们或许需要更多的关注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 而不是被外在的物质所迷惑 一个人身上有没有钱 或许只是表象 而真正的财富应当来自于内心的风影和对生活的热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